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40万笔的血样资料了 是华人世界第二大的资料库超过4000人接受移植 而因应当时国人的观念是相对保守 要推动起来可以说是相当的困难 坚持走过壁路蓝旅 就是希望给血液疾病患者活下去的希望 在早期闻癌色变的年代 得了癌症几乎等于绝症 尤其是血癌病人 那时候要做化学治疗 那化学治疗贵得要命 大概病人也只能活个 这个不幸的话三到六个月 有幸的话也是超一年次同 那能够治愈的微乎其微 到了1970年代 骨髓移植替这些血癌病患 带来生命曙光 但民众的反应却是 清朝的时候咱们都说 不能照相 照相会把你的灵魂给造走 那在40年代是要 没有人愿意捐血的 那到了80年代 这个骨髓移植一样的遭遇这个困难 我是知道它要抽脊椎印 骨髓开刀的话 搞不好怕我们自己会半生不熟 因为它是抽骨髓嘛 就像以前如果说你生产 有时候要打那个针 有些人就会说怕说会有后遗症 民众的误解 加上当时的法律规定 让协议病患求助无门 器官检证条例里面 还有三等轻以内不能检证的条例 1992年 罹患血癌的刘美华裔温文玲 求助台大医院的陈耀昌医师 间接促成了台湾骨髓库的建立 由于汶文玲的挺身呼吁 立法院很快地三读通过 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修正案 开放非亲属间的骨髓捐赠 1993年10月 台湾医界和政府 公推慈济基金会 成立骨髓资料库 政府没钱没人 那大家就说 那慈济是最有可能 可以来成立这样的资料库的 一个慈善团体 又是一个医疗团体 四大职业嘛 你是四个职业都有 温文玲如愿于当年 在香港骨髓库找到沛队 虽然最后仍被病魔夺走她的生命 但慈济骨髓资料中心 仍不忘成立初衷 我们亚洲人热心但是保守 所以说在一开始的时候 讨创的时候 有非常多的宣导工作必须要做 每一个来参加我们都很感染 但是我们更希望她抱持着说 我来参与 那有朝一日配这场 我必须而且一定要挺身龙虫 于是志工举办 骨髓捐赠验血活动 一场接一场 半年后 第一例非亲属骨髓移植也产生了 其实我当时就想说 我的想法就很简单 如果我是那个孩子 或是我是那个家长 我一定会很希望有人来帮我 两年后受随者魏志祥 因为体质虚弱 最终还是往生了 生命还是要往前看 那记取中过程好的一部分 那我也会觉得说 这才是整个推动骨髓资料库 给病患跟病患的家属 重生的力量的意义所在 国髓捐赠在1990年代 对大部分国人来说 是一个陌生的名词 然而二十多年后的今天 台湾志愿捐随者已突破四十万人 这张绵密网络 串起的不只是捐随者 想要助人的爱心 也是协议病患重生的希望 那我们跟非洲人关系 应该血缘很淡薄 但却也碰得到 蒙古的也有啊 在哈尔滨的也有啊 台湾的更不用说 那你说这五远佛界 你能够停止你的工作吗 自然之不能 因为既然开始 那就是你的责任